林书豪不止一次上演奇蹟表现 率领国王迎向胜利 但本季豪哥因为伤势加上竞赛 已经提前确定无缘获得MVP等年度奖项 林书豪目前只出赛14场 国王剩下16战扣除被竞赛5场 宣告没有办法达到联盟27场出赛的领选资格 摊开林书豪的数据来看 每场22.1分跟命中2.6颗三分球都是本土第一 而且是海放其他追兵 三分球命中率47%更是全联盟最高 要不是出赛数不足 肯定会是MVP的不二人选 而在豪哥宣布出局之后 MVP大奖变成萨卡都 工程师主力后卫高国豪放倒强力对手林俊吉 成为近期比赛的一大亮点 这两位后卫之外再加上领航员卢俊祥 MVP在赛季中后段呈现三抢一局面 卢俊祥16.1分是目前符合资格中得分最高的选手 接下来林俊吉15.4分5.4助攻 高国豪13.7分5.1助攻 就看看谁可以把好状况一路延续到球季结束 年度MVP除了个人数据之外 团队战绩也有高度参考价值 这三人当中梦想家占据联盟龙头 对林俊吉是一大加分 另外领航员最近七战拿下六胜 战绩排名第三 据龙头只有2点五场胜差 要挑战拉尾盘登顶也并非吃人说梦 听新闻综合报了 就能够杀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识订阅 识订阅 有种不有的